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家积攒下了家业 到了他父亲那一辈却没成色 有诸多恶习 平日里吃喝玩乐 将家业败了不少 清朝灭亡后 胡家掏饭的营生也渐渐没落 便举家搬出北平 回到了玉北老家 买房置地 成为村中甚至是当地有名的主户 胡金泉这一辈就他自己 少没有兄长 下没有弟弟 他比父亲成气 自小有做生意头脑 在家里开了染房 做得有声有色 有时候甚至乘火轮去天津谈生意 是别人眼中有名的能人 民国六年 胡金泉从天津收账回家 他这个人脑子中近视弯弯绕 想得比别人多 收账这种事当然不能是他自己 还带着自己本家的一个堂弟叫胡宝峰 胡宝峰十年二十岁 是胡金泉小叔叔家的儿子 说是小叔叔 由于胡家在爷爷背上便去了北平 而小叔叔却留在村里 两家关系并不怎么好 那时候世道不好 胡宝峰家穷得叮当响 吃了上顿没下顿 胡金泉的媳妇李瑞红 就想给胡宝峰一条活路 让他跟着自己丈夫到处跑动 一来能学些本事 二来也能以此赚点胡金泉的报酬 按道理说 这是嫂子帮助堂弟 是好事 可有些好事者却在背后说闲话 说胡宝峰和李瑞红之间不清不白 李瑞红不是胡金泉原配 他先前的妻子得病去世 李瑞红是续贤 此时的胡金泉已经四十岁 李瑞红才二十三岁 他还如此替堂弟着想 引起别人闲话也在所难免 对此 李瑞红不以为然 就连胡金泉听说后 也是哑然失笑 认为别人是闲的美食干 故意编排的 为什么呢 因为胡金泉了解自己这个堂弟 胡宝峰体格健壮却生性木呢 心眼最直 根本没有花花肠子 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 所以胡金泉很是信任胡宝峰 去天津收账也带着他 一来他力气大 长得健壮 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二来好赖是个作伴的 一个人外出 万一在路上出点意外 家里人很难知道 有个人作伴总是不错 两个人从渡口下船后 胡金泉的脚被泥土中埋着的东西扎破 鲜血直流 前面我们就说过 胡金泉这个脑子中全是弯弯绕 换句话说就是太过聪明 他收账收了不少钱 明白财不外露的道理 所以他装成了个行脚小贩 弄了个担子 中间用扁担挑着 钱放在担子中 此时脚越来越痛 根本无法赶路 离渡口不远的地方有家大车店 店主姓白 这店也没有个正经名字 就叫白家的店 属于大车店 专收留一些想乘船 却没赶上之人 也收留那些下船后 等待亲人来接之人 什么是大车店呢 其实就是简陋的旅店 入住者多是一些行脚小贩 赶车送货的玩杂耍的人 大车店便宜 而且还为牲畜提供饲料 是赶车者最喜欢的住处 由于便宜 也深得一些经济能力 不行者青睐 胡金全假装的身份 是行脚小贩 尽管着急赶回家 可脚伤严重 使他们无法前进 无奈之下 只好住进白家大车店 说是住 胡金全能放心吗 他多了个心眼 决定让胡宝峰回去 到家后 带着罗兹和吕鱼过来接他 他当然不会把装有钱的担子 交给胡宝峰 钱在自己身边比较放心 胡宝峰没有马上走 他看着胡金全在大车店登记 当时住店是需要登记的 记上自己的名字 明天再付电资 然后人家会在自己名字下 打个对勾 表示已经付过钱 这样 以后出了什么事 想要查询 也是个凭证 大车店前面挤得厉害 胡金全他们进店后 还有14个人紧随而进 看他们挑箱子带行李的样子 他们是一帮玩杂耍的 而且在火轮上时 胡宝峰就见过这些人 一就这样 胡宝峰回家而去 胡金全则住进了大车店 胡宝峰毕竟年轻 一路赶回去 根本不知道累 到了家中后天已经黑了 他在自己家中睡到半夜 次日清晨才去找嫂子李瑞宏 说明情况后 李瑞宏让他拉着两头骡子 又出发回去 他也不起骡子 就这么牵着前进 距离白家大车店 还有15里远时 看到了那帮挑箱子 带行李的杂耍者 他寻思着在火轮上就同行 后来他们又和胡金全 一同住进了大车店 也算是缘分 便挤出笑脸打招呼 没有料到的是 那帮人根本不理他 行色匆匆而去 他自己给闹了个大红脸 挠着脑袋正在尴尬 边上有人扑齿笑了 转头一看 原来是个煮着棍子 手里端着碗的画子 见画子笑自己 胡宝峰没脑 反而憨厚一笑说道 你个画子 还知道笑话别人 这帮玩杂耍得跟我们一路同行 所以才会打招呼 没想到人家不认识我 说吧 他从自己的干粮袋子中 拿出两个杂面握头给了画子 画子几口吞掉一个 脸上却全是鄙视 什么杂耍 里面有个低圈村的陈大宝 跟人在天津当木匠学徒 平日里偷鸡摸狗 什么时候又学会杂耍了 胡宝峰也没有在意 他还急着接胡金泉呢 没有停留便再次出发 下午到达了白家大车店 不料疑问之下 店家说昨晚入住的胡金泉 已经结账走了 他们登记的名字下 明明白白打着对攻 胡宝峰想想觉得不对劲 如果胡金泉已经回去 那自己在路上为什么没有碰到 可人家店家说得明白 他确实已经走了 店中没有胡金泉 胡宝峰只好赶着罗兹回去 等到了家里 胡金泉并没有回家 胡宝峰和李瑞宏都慌了 他挑着担子 里面装着的是钱 店家说得结账离开了 可是他并没有回到家 他去了哪里 当时兵荒马乱 带着钱在外面失踪 人们脑子中第一时间想的便是凶多吉少 李瑞宏虽然一介女流 却是个当机立断之人 根本没有犹豫 便派人去当地报了案 接到报案的两个当地查案人 一个叫刘武金 一个叫张四妮 由于张四妮之前的搭档 和师父于清还退下 张四妮和刘武金成为了新搭档 刘武金身体同样也不太好 有个咳嗽的病根儿 但胜在心思缜密 张四妮年轻且体格健壮 平时负责保护刘武金的安全 以及到处跑动 养人一文一武 倒也十分适合 简单听了事情的经过后 刘武金当下做出决定 他跟着人去胡金犬家里 张四妮去白家大车店 然后刘武金会去白家大车店找张四妮 如此 两人分头行动 开始介入胡金犬失踪案 刘武金跟着人到了胡金犬家 既然能被李锐红指派去报案 其身份和关系自然是不错的 一路同行 刘武金有意打听 此人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 心里藏不住事 也没有什么心机 哪里是刘武金的对手 这一路上 刘武金把想知道的情况 给弄了个明明白白 胡金全是收账回来失踪 他装成了行脚小贩 钱放在担子中 他家中有小娇妻李瑞红 另外还有个跟班和帮手是胡宝峰 胡宝峰独自回家牵螺子 再回到白家大车店时 胡金犬已经不见 别人对胡金犬的老婆李瑞红有些闲话 而闲话的另一主角是胡宝峰 弄明白这些情况后 刘武金当下就在脑子中 刻画出了一个李瑞红和胡宝峰相好 两人用计害死了胡金全 不过 他马上把这个想法甩到了脑后 没错 当发生案子时 大多都是直接从身边人开始查起 然后向外辐射 可刘武金因为主观一断 在这种事上面栽过好几个跟头 他不得不警惕 一再劝自己不要陷入先入为主的怪圈之中 到了胡家 由于已经明确胡金全是在外面失踪 所以刘武金并没有刻意进屋去检查 他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询问胡宝峰事情的经过 胡宝峰将经过说了一下 刘武金完整听过后 会突然问起中间的过程 待胡宝峰回答后 他又会突然问结尾 总之 全程反复跳着问 这场询问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 刘武金在询问结束后便陷入了沉思 他之所以颠倒着问 是为了看一下胡宝峰有没有说谎 反说谎 他总是会自己编排好顺序 而一旦颠倒着问 就有可能露出马脚 可是 刚才不管他怎么问 胡宝峰说的都没有破绽 也就是说 他说的前后一致 不像是说谎 如此看来 重点不能放在胡宝峰和李瑞红身上 要马上去白家大车店 胡宝峰显得特别焦急 他要跟着刘武金一起去白家大车店 刘武金没有反对 两人一路同行赶到了白家大车店 张思尼此时正蹲在大车店的一间房里 就连刘武金和胡宝峰进来也没有察觉 刘武金也不声张 而是开始打量这间屋子 大车店都是差不多的客房 大通铺 一间房里架设一个大炕 所有入住的人都在一张炕上住 在前清的时候 甚至是男女混住 当有女客人住进来时 店家会把他们安排在角落里 并且用准备好的帘子给隔开 后来屡次发生意外 便实行了男女分住的方式 但大通铺却并没有改变 白家大车店每间房能住15人 一张大炕靠西墙 东墙到炕的距离大于有两米 用来给人放行李 南北两个门 每个门后放了个尿筒 如此通房 共有三架梁 每架梁上吊了个气死风灯 这就是屋里的全部摆设 可以想象的是 当天胡金犬和另外14个人住了进去 他把庄前的担子放在了东墙根下 后面发生了什么 却不能仅凭想象 刘武金刚刚打量完这间房 蹲着的张思妮猛然站起 要转身向外走时 才发现刘武金和胡金犬 他没有多说话 而是高喊掌柜的 白掌柜是个50来岁的人 个子不高 脸上带着天然笑 每天迎来送往 这种笑如同汗在了脸上一般 看白掌柜点头哈腰 张思妮要看胡金犬 那天入住时的登记簿 白掌柜跑进屋中 没过一会儿便拿了出来 白思妮开始仔细查看 刘武金站在一边看了看 胡金犬名字下打着对钩 他们经常查案子 对于这种事当然忙而轻 既然打了对钩 那肯定是次日张掌出了店 他的失踪或者出事 是在店外发生的 当天清晨 你确定出去的仍然是15个人 听了张思妮的话 白掌柜马上点头 千针万确 要不然这结账也对不上啊 由于入住时需要等级 所以当时住进来的是15个人无疑 由于出去时需要付账 所以出去的也是15个人无疑 这点错不了的 张思妮听得皱眉 胡宝峰也伸脖子看 可是他并不认识字 看也是白看 片刻后 张思妮让白掌柜去忙 但等级不却并没有交还给他 白掌柜离开后 张思妮才有空和刘武金说话 刘武金指了指 胡宝峰做出了介绍 两人是搭档 既然刘武金带着胡宝峰来 说明他已经询问过 并且认为胡宝峰身上没有嫌疑 不过 张思妮认为 还是不能让胡宝峰听到他们的对话 便让他去一边等待 自己则拉着刘武金又进了屋子 刚进去 张思妮便问道 老刘 你说说你的想法 你认为胡金泉去了哪里 刘武金翻白眼 既然张思妮如此说 他必定在这里有所发现 现在却跟自己打亚迷 同时 看张思妮如此说 他的心直向下沉 胡金泉多半凶多吉少 见刘武金不回答 张思妮又晃了晃 手中的登记簿问道 老刘 你对这个胡金泉早上结账走了怎么看 刘武金思索了一下后说道 难道他没有出电 张思妮缓缓点头 白掌柜只说有人结了胡金泉的账 但要知道 他并不认识胡金泉 谁能保证这个结了胡金泉账的人 就是胡金泉呢 刘武金恍然大悟 你的意思是 有人在早上冒充胡金泉结账 真正的胡金泉其实在晚上已经死了 说到这里 他又一脸不解 这也不对啊 人家一间房是15个人 早上出去时也是15个人 假如胡金泉在晚上死去 那么就该少一个人 怎么会还是15个人 张思妮没有说话 而是拉着他到了中间两下 将气死灯拨到一边 刘武金看到了几点暗黑色的东西 伸手摸后放在鼻子下闻了闻 他断定这是邪 如此说来 胡金泉是在当晚便死在了这屋里 那么早上出去为何还是15个人 张思妮扬了扬登记部小声说道 这里面有一个人是假的胡金泉 刘武金仔细一想 这不对啊 假如早上出去的人中 有一个是假的胡金泉 那晚上入住时就得多出来一个 刚想到这里 他突然一拍眉头问道 当往跟胡金泉同住的都是什么人 带有什么行李 张思妮嘿嘿笑 老刘就是老刘 这么快就想到了问题所在 刚来到这里我便问清楚了 当时跟胡金泉同住这间屋的 另外14个人 全都是玩杂耍的 他们带有不少箱子和行李 刘武金刚要说话 外面却传来一声惊呼 张思妮一拧腰便窜了出去 片刻后 拧着一个人的耳朵进来 正是胡宝峰 他刚才在外面偷听 当听到玩杂耍的时 他惊呼出声 因为他想到了一件事 刘武金已经盘问过胡宝峰 确定他没问题了 所以让张思妮放开 张思妮放开手后 胡宝峰揉着自己的耳朵说道 刚才你们说玩杂耍的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当下他把自己赶骡子回来时 碰到那帮玩杂耍的 以及画子的事说了出来 当时画子说过一句话 说那些玩杂耍的人中 有个他认识的人叫陈大宝 是低圈村的 在天津当木匠学徒 而且他们在火轮上就出现过 刘武金和张思妮听候不住对视 两人脑中都将此事串成了完整的闭环 这个陈大宝以及十几个同伙 他们根本不是玩杂耍的 他们是在天津就盯上了收账的胡金拳 又或者 这个陈大宝在家中时 就知道胡金拳跟天津有生意往来 所以 他就挤了一帮人盯着胡金拳 当胡金拳从天津收账回来 他们一起跟着登上了火轮 这么说过 胡金拳脚被扎伤并不是意外 而是被人刻意为之 他脚一旦受伤 就不可能再赶路 只能住进白家大车店 而伪装成杂耍艺人的陈大宝 他们早做了准备 他们之所以伪装成杂耍艺人 是因为能带不少箱子和行李 跟胡金拳同住进一间屋子中后 胡金拳定然不会放心自己的担子 那里面有他收来的账 所以他是睡不好的 可不管睡不睡好 面对十几个别有用心的人 他睡不睡都一样 这帮人在夜间杀了胡金拳 并且将他装进箱子 次日带出了白家大车店 那么 为什么次日还会使十五个人出店呢 是因为他们事先便把一个人装进了箱子中 而就是这个装进箱子中的人 到了次日成为了结账出店的胡金拳 白掌柜开店要见很多人 哪里会仔细看入住者的样子 既然住的时候是十五个人 出来时同样也是十五个人 他便认为是对的 根本不会多想 所以 胡金拳此时已经死去 而杀他的人 就是以陈大宝为主的那些人 至于动机 则是胡金拳收来的账 这样完全说得通 张四妮和刘五金都觉得 事实就是如此 现在看来 要马上抓捕陈大宝 话子不是说 此人是低圈村的吗 只要抓到一个 另外的也跑不掉 三个人马上出发 张四妮嫌弃刘五金太慢 便让他们在后面赶 自己则先行而去 等刘五金和胡宝峰赶到 发现张四妮脸色阴沉 蹲在陈大宝家院子里 外面还围着不少村民 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刘五金探头向屋里一看 心便沉了下去 屋子不大 一眼看了个遍 正当屋里房梁上吊着个人 早已经死透了 陈大宝竟上吊自尽了 这是刘五金万万没想到的事 在陈大宝家床下放着一个包袱 里面还装着一些钱 不用说 这是他们分赃得来的钱 陈大宝一死 线索等于是中断了 另外的十四个人 他们再找不到 因为根本不知道任何线索 但同时也能说明 陈大宝的确伙同别人 害了胡金拳 他床下包袱里的钱便是证明 刘五金和张四妮十分恼怒 一次又一次检查陈大宝 确定他就是上吊而死 并不是被人乐死后再吊在绳子上 唯一有一点的是 他脖子中的乐痕有多处 不过这能够得到解释 他上吊后感觉太痛苦 在上面有过挣扎的话 就会造成这样的擦伤性乐痕 虽然不情愿 可是张四妮和刘五金还是解了案 跟之前的推理一样 凶手就是陈大宝和另外十四个不知所踪的人 而洞基则是未财 那些收来的账要了胡金拳的命 至于陈大宝为何为自尽 张四妮和刘五金却想不明白 不过陈大宝家中只有他一个人 也没人追这件事 两人也没有过多深究 负伤胡金拳大车店失踪案 就此结案 假如事件就此结束 其实也没有什么离奇的 问题是 这件事还有后续 民国九年夏天 天降大雨 冲出数据尸体 经过查验 这些人都是中毒而死 应该是被人哄骗喝了毒酒后死去 张四妮和刘五金数了数 共是十四个人 这种案子更没法查 也不知道这冤死之人是谁 两人带人查过后要走时 张四妮看到一个熟悉的人 他盯着看了许久 刘五金顺着他的目光看 发现是胡宝峰和李瑞宏 刘五金和张四妮面面相去 找人打听了一下 李瑞宏为几年前死去的胡金拳守孝三年 如今三年结束 他刚刚嫁给了胡宝峰 两人一路无话回到了城中 晚上吃饭时 刘五金深深叹了口气说道 胡宝峰说他赶骡子回去时 遇到了陈大宝他们 并且还有个画子认出了陈大宝 可是谁能证明这个画子真实存在 张四妮不语 刘五金认为认为当年的胡金拳之死 有另外一个版本 陈大宝和那另外十四个人 并不是无故盯上了收账回来的胡金拳 而是有人花钱雇佣了他们 钱数就是胡金拳从天津收来的那些账 于是胡金拳下船便扎了脚 无法回家 只能住进白家大车店 同住的还有被雇佣的十五个人 包括陈大宝 当夜 这些人害死了胡金拳 并把他装进箱子 到了白天 连同他装钱的担子一并带出了店 胡宝峰次日回来 所谓的碰到陈大宝 碰到恰好认识陈大宝的画子 都不过是他为了引导张思妮和刘武金说的谎 所以 才有了张思妮到达陈大宝家中后 发现陈大宝已经死去 他必须死 因为他是胡宝峰抛出来结案用的 如此线索在他这里中断 同时床下那些钱也足以证明 他参与了谋杀胡金拳 这么说来 陈大宝不是自尽 而是张思妮和刘武金在白家大车店查案时 那14个人把他活活抱在吊起的绳子上向下拉着勒死的 陈大宝死 此案了结 另外十几个人此时已经出现 就是因为下大雨被冲出来那十几具尸体 至于胡宝峰如何在十几个人中间得手 那些查出的毒便是证明 他在这些人毫无防备之下投了毒 使这些人全部被害 达到了自己最终的目的 胡金拳死 谁得利最大 胡宝峰和李瑞宏 现在他们两人结婚便是实证 任谁也无法推翻这个事实 所以那些闲话并不是空穴来风 他们在暗中雇佣人 做成了这件大车店失踪案 想想胡宝峰那些木讷的脸 张四妮猛然站起就要去抓人 刘武金拉住他苦笑 你有证据吗 张四妮颓然坐下 呆呆望着天空 天空中阴云密布 好像在酝酿另一场大雨 你认为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